接下来这一期节目我要跟你分享 我如何享受阅读 第一个方法就是先找一本你感兴趣的书 你越有兴趣的书 你就越能够有兴趣去把它读完 第二个你要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这边所说的舒服的位置 举凡你喜欢在床上读书 你喜欢在睡前读书 喜欢在厕所读书 喜欢在早上 喜欢在沙发等等 这个所谓的舒服的位置 不仅值到时间也讲到了空间的概念 只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时间地点 只要能够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时间地点 都是一个好的舒服的方法 再来你要设定一些适度的目标 有些人很喜欢定义说 我今天要读一个小时 不如你就今天告诉你自己 我今天就先读一页两页就好了 反而会更容易达成一些 再来就是你可以记录你自己的想法 我是建议不见得拿纸笔 因为有时候要准备非常困难 不如你直接就拿手机 直接就按录音 录个30秒录个1分钟 都是很好的记录 再来我很推荐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就是有建议你同时阅读三本 不同类型的书籍 同时你可以这样区分 礼拜一礼拜二看第一本书 礼拜三礼拜四看第二本书 意思类推 同时进行三本的书籍的阅读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同时让你的大脑 去整理这三本书之间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可以从而去训练你 畜类旁通的能力 你就可以在这三本书中 都学习到你想要的东西 让这三本书合为一体的一个概念 你就会发现这三本书里面 还是会有讲到一些 共通的想法跟理念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值得你去体验一下 这边就要因应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加快你的阅读速度 我的频道当中有很多关于速读的内容 我欢迎你可以去看一看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 并且将你尝试的心得 可以留言分享给我 你也可以用这种比较快速的方式 先很快速的把这本书读完一次 再决定你是否要真的认真的看完这本书 而我并不是很建议 你看完了一本书之后 急于去想要读下一本书 你说我今年有太多书要看 才看不完 所以我看完第一本就要紧接着第二本 我建议你不如稍微停下来 稍微想一想第一本书 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带给你什么样的心得 有这样思考过后再去读第二本书 对比来说都会比你看完第一场电影 马上赶着看第二场的电影 中间没有时间去消化 反而效果是比较差的 比较建议读完一本书 稍微回顾一下 感受一下 决定要不要读第二次 或者是再决定要换下一本书 而不要急急忙忙赶着看下一本书的内容 这样对我们的学习效率也会比较差 那最后一个 我是最鼓励大家 学习去沉浸在书中的内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哪怕你看得废情忘食 能够沉浸在书中的世界 这是最好不过的 你的内心的底层深处认为这是一个正向的学习 就算这个时间拉得太长 你仍然人所保持的状态是在一个正向的 它远比你拿着手机滑到三晶半夜 来得更感觉到 你对自己的学习是感受到一种正面的能量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于夜肉的学习很有兴趣 想要找我进一步的学习跟了解 请你参看这一个表格的内容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